念经学不是很讲机会成本吗 就是怎么样把每一分钟 要能够充分地发挥它的生产力 发挥它的有效性 听我一个演讲两个小时 或者看一本书两个晚上 我一定要得到很多 那我当然就做这件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欢迎收听今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那这一周呢 是我们请听哈佛管理学开播以来 哇非常历史性的一周一百周 所以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所以你应该连续听四天 我再说一百周 那么今天呢 各位如果长期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我们一周有五集 那每一周是一个主题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百个主题 那今天呢 是我们第五百集了 大家数学很简单的数学 所以呢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哈佛人物面对面的贵宾呢 也是超级超级非常重要的 对我也非常重要的贵宾 那我们本周的主题呢 是终身学习 各位前几天有听就知道 那各位呢都长期收听我们的Podcast节目 所以呢其实我们所有的听众啊都是终身学习的最佳实践者 那所以我们就因此呢 我们这一周就选这个终身学习的主题来给各位打强心针 就是为什么终身学习这么重要 终身学习对一个人的这个事业啊格局啊或者是技能啊到底有哪些帮助 那么在终身学习的这个范畴里头 其实我们这几天也特别来探讨说像典范人物学习 终身学习啊 到底对我们的学习又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那么在一连四天导读了哈佛伤害评论的好文章之后呢 今天来到我们哈佛人物面对面现场的呢 是超级重量的贵宾刚刚有讲啊 就是我们集团的创办人 远见杂志与天下文化事业群的创办人高西军高教授 我首先邀请高教授来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这是五百集才有的 好 谢谢这个玛丽啊 玛丽社长的介绍 我过去是每次都是很忠实的听玛丽在访问那些很精彩的哈 这个邀请的贵宾 那么今天呢 自己现身在这个现场啊 还是有点胆气啊 那么当然刚才谈到这个今天啊 玛丽能够主持啊 这么久 那么大家可以收听这么久的话 两个很大的原因 一个当然是玛丽的本身啊 她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盘化的这个技巧 问一些问题 以及音要的那些贵宾啊 都讲得很好 第二呢 我不得不讲 这个哈佛商业评论 所谓HPR 确实是有她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跟这个地位啊 那么大家当初知道 她刚刚庆祝了一百周年 那么我们的中文呢 也配合了 她的英文呢 除了有一百年周年 她选了三十篇文章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 或者不了解哈佛 她听到说哈佛商业评论 已经出了一百年了 然后精选了这么多三十篇文章 一定都是好文章 所以呢 很多人呢 也就很好奇了 来看了这个 买了这个书 所以这个书的这个 受欢迎的程度啊 比我们想象中更高 这是我开头 现在你可以问我真正的问题了 哈佛工商时间 CEO领袖高阶经理人 最宝贵的一堂课程分享 远见天下文化 领导影响力学院即将开课 我们邀请到 郑崇华董事长 吴敏秋董事长 薛明志董事长 林错误秋强博士 首度授课 IBM大中华区 前董事长 暨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 来担任课程总导师 更邀请到 红兰老师 来担任特座教授 共八天的课程 大师亲授经营心法 以最前瞻的视野 分享珍贵的实战经验 领导影响力学院 第一期典范课程 将于六到八月进行 实体线上课程 各线四十个名额 最后席次即将满班 现在就到资讯栏 点击报名上课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好 谢谢高耀寿 其实高耀寿是我们 事业群的创办人 也是在2006年 将哈佛商业评论 这个国际最权威 也是普及全世界 我常常说 全世界只要有 商业活动的地方 就有哈佛商业评论 然后可以引进到台湾来 那在正式问高耀寿 第一个题目之前 我还是稍微 我相信有一些比较年轻的 或许非常 因为我们听众 也有很多是大学生 所以我也是跟 稍微介绍一下高耀寿 重要的背景 就高耀寿出生于南京 在上海长大 但是三岁来到台湾 然后来到美国取得 博士学位 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 但是他同期呢 也开启了他另外一轨 职场上非常重要的 这一轨 也就是四十多年前 在台湾创办的 原件天下文化事业群 那现在高耀寿已经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 终身学习 邀请高耀寿 除了是我事业群的 创办人之外 高耀寿本身 就是终身学习的 最佳典范 我可以泄露高耀寿年纪吗 当然可以 他们如果数学算一算 也知道了 高耀寿现在88岁了 可是呢 在我们公司内 也常常会觉得 最有好奇心的 最有求知力的 不断与时俱进的 都是高耀寿在带领大家 所以呢 高耀寿也是我们集团 每一个同事的典范 所以呢 最近高耀寿 虽然是88岁 他还创办了一个 领导影响力学院 强调 所以高耀寿以前 有一个slogan 叫Believe in Reading 相信阅读 那他现在 前几天他就说 他有想法 要修改 叫Believe in Learning 相信学习 因为现在学习的方式 非常的多元 所以今天呢 我也要利用这一次访谈 也来请教一下高耀寿 创办领导影响力学院的初衷 那细节 我们稍后呢 来跟听众做分享 那我首先呢 大家请教高耀寿 就是说 其实哈佛上海评论的文章 我们这一周分享的文章 都在谈如何建立 终身学习的习惯 那其中有一点在谈说 应该每一个人都要一个 个人学习的系统 所以要请高耀寿来分享 你都是用什么方式 在学习呢 高耀寿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或秘诀 或系统呢 我想现在啊 如果是从心理学啦 等等观点的话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啦 那么我是刚才讲了啊 我是1936年的时候出生 1936年是一个什么 一个reference呢 就是那个的第二年 就是中日抗战爆发 中日抗战爆发 就是日本人开始进攻 那个时候的中国 现在我们叫中国大陆 1937年啊 所以我是在非常非常 战乱开始的时候 出生的 那么出生之后 当然就是说逃难啦 也有那个时候 已经也有日本人的 飞机轰炸啦 那么有日本人 占领了中国大陆的领土啊 也就生活在日本人的 这个下面了 就好像当年 日本占领了台湾五十年 那么有一些啊 也许听众的老人家 爸爸妈妈们当年 也曾经在那个情况之下 在台湾的生活过 那就是一个非常 一个不安定的 一个战乱的啊 也很辛苦的 很危险的一个环境 但是呢 很重要 就是你小的时候的 养成的习惯 那么刚才讲了 我是在这个江苏省啊 也就是江英啦 这个上海啦 这个南京啦 这些地方长大 一共有13年 小的时候 但是很幸运的 我的父亲啊 他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所以他自己受过了 这个师范中学的程度 不是大学 师范中学 你师范中学毕业了 就可以做校长 然后在那个年代啊 所以对他讲 从小来念书 也就是念古文 是非常重要的 他后来老人家 八十多岁过时的时候 对不起 七十四岁过时 他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讲 可是他的古文非常好 他的中文非常好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教我们 那么我刚好是家里面 位移的一个男孩 我有四个姐妹 一共有五个人啊 所以对我就特别 注意我的这个念书啊 什么等等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 大概四五岁开始 就开始念中文啦 背中文啦 什么等等等等 我记得当我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 那么父亲拿拿毛病 跟他的朋友通信啊 叫我那看 我当然看不懂啊 叫我腾稿子 这个字我也不会见了 但是anyway 就从那个时候训练 所以慢慢慢慢 好像是到了小学 到了中文 一般的中文程度 比一般人好一点 所以我总而言 是大福宁刚才 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这个家教是很关键啊 我要说的是 一个小的时候的成长的教育 我在那个环境之下 讲解的是中国的 平中的老后 然后呢 然后呢 13岁到台湾 那个时候反共 抗战了什么等等 那个时候当时也是 非常乱了 但是也很幸运 念完了台湾 在台湾念完了 在高州念完了大学 那我关键是22岁 那个时候呢 因为念大学成绩还可以啊 所以升级到了奖学金 到美国去念书 就党了兵一年啊 然后到美国念书 23岁 所以23岁 是我生命里面的 另外的关键点 就是你从那个时候 比较贫穷热的台湾 到了一个那个时候 那就是1959年啊 那正是全世界 最自由开放的美国 今天的美国 跟我认识的1959年的美国 差得太远了 就现在的美国是霸气的 现在的美国呢 是要指挥一切的 那普通的话说就是 我美国 我说了算 你们都要听我的 美国在我刚刚去的 1958年 59年 没有啊 很kind 很generous 很open 非常可以listen to others 好了 这个又讲原来 我在拉伯的的话 就是说经过了抗战 这个 然后呢到台湾 有十年在台湾 从13岁到23岁 那个就是反共抗俄 这时代 反共抗俄 到美国的第一天开始啊 时间我记得太清楚了 那就是1959年9月5号 当 这飞机啊 在西雅图 你听说我讲两句英文 The moment 我们的 我们的 student charge the airplane landed in Seattle 晚上啊 大概9.30pm I was sitting near the window in the airplane look down 这个Seattle I can't possibly believe in the whole world there's such city with all lights on 太美丽了 全部是灯光 怎么可能呢 而那个台湾那是很黑暗 晚上路灯啊什么等等 不要讲了啊 所以怎么可能 到了一个地方 是这么样的 这个灯光 辉光到了晚上9点半 好了 坐了40个小时的 Grayhound 回购车 到了South Dakota 我 给我讲学金的学校 然后呢 就搬到 那个 事先就约好的 一个美国的老太太 叫Biss Smith的家里 她给我安排在二楼 换句话说 40小时 从南港的郡村 有2000户啊 从那个地方 就到了美国 South Dakota 是一个很落后的 很偏僻的 很远的 一个农业州啊 它不是纽约 它不是洛杉矶 它不是芝加哥啊 right 但是呢 你到了那时候 你看到的是 totally incredible的状况 老太太把我安排在二楼 这是两川楼嘛 她是一个人啊 先生过世了 那么她自己 住在温岸的 South岸 就南边 我住在北边 哇 她把我带到 我房间的时候 你几乎不能想象 那个所谓 有寂寞丝床 软的床 寂寞丝 寂寞丝床 然后呢 有地毯 right 然后有电话 Can you believe it 有电话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 整个眷村 两千户 没有一个人有电话 就是那个厂的厂长 有电话 OK 然后呢 整个都听到 两千户的眷村里头 大概不会超过几十家 有脚踏车 脚踏车在1958年的时候 都是非常不可能的 家里有收音机的 也没超过几十户 我们家里happen to be one of those 因为我要学英文 听这个英文 所以24小时之后 到了美国 一切right there 所以呢 有冰箱 有by the way 还有电视 台湾当然没有电视 有电视 黑白电视 刚开始 所以你不能想象 说我是念经济的 怎么会从这么的一个 相对贫穷落后的大陆 不要说了 以及台湾 然后到了这么一个进步的美国 好 我何其幸运 我念的是经济 我来的以前 我自己就说 要念经济发展 叫economic developm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研究这个经济 能够使你这个国家 要进步 如果是落后的话 不再落后 贫穷的话 不再贫穷 我验这个群 那太有兴趣了 这是precisely 我们台湾那个时候 也开始 晕亮了经济起飞的前行 我们在所谓落后国家里头 因为台湾呢 在过去1950年 就是蒋介石 撤退到了台湾之后 那个十年 他还是很努力 我们有义务教育了 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只是落后 不是那么那么的穷 所以我们讲 眷称很清寒 但是不是贫穷 更不是饥饿 right 好 讲了太久了 这个高手 非常谢谢高手的分享 从这个小时候 父母亲 所以刚刚刚说 讲到一个重点 家教很重要 高手也曾经分享过 在我们公司内部 分享过说 那个早期都比较贫穷 所以收音机也不很普及 所以高手的妈妈 还把她所有的首饰 拿去卖掉 换了一台收音机 让高手学英文 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你刚好是家长 要养成小孩子学习的习惯 那高手有的人到六十几岁 所谓的退休 就每天游山玩水 不再学习 可是刚刚说 怎么样保持终身学习的热忱呢 还是也是小时候 培养的习惯吗 我想是吧 或者是说 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 这个战乱 经历过看到 自己幸亏 没有 但是看到很多人 没有机会念书 对不对 你看到过很多很多 所以当我有一点点 能力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怎么能够帮助那些 比较相对落后的地区 台湾几乎不大有这些地方 全世界还是很多 全世界还是很多很多 是落后的 我们台湾这方面 大陆也还是有很多很多 所以anyway 所以当你曾经 在一个那种情况 长大的孩子 我是觉得比较有同理心 我们可以常常有个观察 就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孩子 当他有一天富有之后 你问 他是比一般人慷慨 还是比一般人小气 当然你可以做统计调查 或者问一些专家 我不是 但是你要叫我猜的话 我想他一定是同情 多于小气 因为我曾经穷过 所以当我有了钱之后 我就想到要帮忙人家 可是因为人说 No 因为他穷 他一钱如命 这个钱都是不宜 所以他最小的 就是那些有钱的人 所以刚刚说 常常有观察 就是不是学术研究 比如说统计而是说 真的是小时候比较贫穷人 等他富裕之后 或有成就之后 其实很有奉献的心 当然高高兽的隐藏意义 说不管你小时候是贫穷 还是富裕 等到你条件好的时候 你要多帮助 有需要的人 这高高兽也都是 亲身在做这样的实践 那我接下来要请教 高高兽一个问题 是说事实上高高兽 很早就出国念博士 然后留在国外教书 但同时呢 也是归国学人 那时候在台湾写专栏 所以高高兽有很多名言 现在很多人都忘记说 当年这是高教授说的 那高高兽在这个 两大报的时代 长期在联合报写专栏 所以高高兽名言 就是现在一般人 常常在拥有叫天下 没有白痴的无差 那谈到政府的决策 也常常会说 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所以高高兽很会创造名言 不过我现在要开 另外一个问题说 高高兽 因为那个时候 是归国学人 所以包括李国鼎啊 包括王永庆 台湾那个 还是在经济发展阶段 很重要的财经官员 或者是企业家 都跟高高兽 有很深的互动 那高高兽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当年这些人 是不是你的典范呢 你从这个典范的 亲身接近当中 学习当中 有对你一生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您讲太对了 那个时候呢 因为出去念书的人不多 出去念书 就回来的更不多 那么我因为教书的关系呢 就是relatively比较自由 至少输家的两三个月 我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平时也可以请假啦 等等啊 而且我研究 刚才讲了 是开发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嘛 所以跟我研究的题目 也很接近 尤其是我研究四小龙 所以常常有机会啊 就是到这些地区来 讲课啦 开会啦 或者做研究啦 等等 那么你知道很对啊 在那个时候 台湾开始经济发展了 经济发展里头 真的是啊 那一批啊 从这个 再早一点 从尹忠勇先生开始啊 也就包括了 于库华先生 严嘉盖先生 然后呢 这个孙云权先生 然后呢 李固定先生 然后赵耀东先生 这些 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我觉得马林 你也很熟悉啊 那如果你一定要叫 NAME 特别 对台湾经济发展 有特殊贡献的话 我想呢 我当然会提 李固定先生 那么他的英文名叫 KT Lee KT Lee 所以大家都真诚他 就叫KT KT讲这个 KT讲那个 那么他自己是物理系的 他是非常优秀的 一个物理系 他在Cambridge 在英国的Cambridge 公费去念书 他写一些 波士论文的时候 那么中日的抗战 很激烈 就是大陆 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 就是接接败退 那么在国外念书的人 包括李固定先生说 我论文差一点 我也不要了 我要回去 可是那个时候的教育部 政府是说 你们不要急了 不是怕你一个人吗 好好念完你的波士 就再回来 但是他还是没有念完 念完 那公费啊 他没有念完 就回来了 就投入了 所谓抗日的这行列 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 那么他就 后来他当然到了台湾 从大陆 贡献十分大 那么从那个时候 以后开始 我常常想到玛丽 我觉得一个社会的 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要多用念科技的人 我们念经济发展可以帮助 可是念科技的脑袋 我觉得比我们念文法的脑袋 是更好 他们懂得解决问题 他们懂得方法 我们懂得辩论 这个政策可能有那些问题 那个政策可以有那些问题 常常左右不能够决定 所以这个 Ronald Reagan 美国的总统 他是电影明星出身 他常常讲幽默的话 他在自我自从认识了 经济学家之后 我就常常给他们搞糊涂了 他说on the one hand 一方面是这个 on the other hand 是那一方面 对不对 他说我到底不晓得 哪一方面在对 你就告诉我你的决认 我赞成这个 我赞成那个 力气要加 力气要减 等等等等 好 再讲回来的话 这个李贵定先生 他们的理工背景的 你听我讲 允许我英文讲 念理工的那个最大的特色 叫get things done 我讲了 要把它做出来 你说人口有问题 那你就告诉我 人口政治是什么 我有问题 交通有问题 怎么样改善交通 可是不是念理工的 常常就辩论 这个交通有很多方法 做火车解决了 什么车解决了 两个人先到了 三个人 就是辩论各种方法 而不能够get things done 所以李贵定先生 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比如说赵耀东先生 搞大钢厂 你不要辩论 在钢厂怎么上 这里进来 你给我get it done 你想办法做出来 我们念文法的差一点 那刚刚说 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管是教书也好 或创我们这个集团也好 都在强调一个核心思想 叫传播进步的观念 那刚刚说 为什么这么相信 进步观念这么重要呢 这个我1964年出来教书 28岁 就念完学位了 就在威斯康亭大学教书 我没有离开过那个学校 一直在那个学校 教了34年书 一直到1998年 我退34年吧 中间呢 因为在学校待了那么多年 那么学校对我很客气 很礼遇 如果我要请假了 我要unleave了 我要到国外做研究了 干嘛他们多支持 而且给我很大的自由 好了anyway 在这个34年里头 首先邀请我从国外 回到台湾来的 就是李国廷先生 我跟他不认识 他也不认识我 他是看到我的两本书 觉得这个年轻人 也许可来回到台湾来帮忙 看哪两本书呢 一本书我中文写的 我25岁的时候 念完硕士 还在没有念博士的时候 终结一个暑假三个月 我说念硕士嘛 念了两年 觉得好像已经把经济翻译 了解了一点点 那个时候台湾 还没这方面的东西吧 所以我很快就写了这个 他有十万字哦 一个中文书 那么写了之后 给哪里出版 我当然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就寄给那个 那个叫美元会 寄给他 负责人是尹忠祐先生 我当然也不认识他 我就写了个信 给尹忠祐先生 我说你看看这本书怎么样 结果大概 给了一两个月吧 那么以他的名字 因为我姓是给他的嘛 以他的名字 回我说这很好 经过我们审查 可以出版 然后呢很高兴 那我们要几个月 就帮你出版 所以李国殿先生 那个是里面的秘书长 所以他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他对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有一本新的书 介绍这个学问 所以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因为我大学的 大学的老师 张艳天先生 他也看了 看了之后 他还在教这个书 还教他的农业政策 就把这个也变成功 他的这个参考书之一 好了 这是中文的 我也另外写了一本英文书 我的第一本英文书 是讲人才外流 这那个书很流行的topic The brain drain 是The brain drain 所以我写了 那是英文写的 英文出的 那么KT 也看了 有机会看到这个书 那他看得很快 决定很快 他看到个好东西就 这个人如果回来 找他回来 我们过去开会进来 他就是非常非常 有效率的人 所以他印象里有 所以曾经他下面 当然都是秘书了 跟我联系一下 能不能回来什么等等 那个时候没有到 因为刚刚 刚刚书出来早了 可是我那个还在教书 还年轻嘛 我第一次答应KT的邀请 是1969年 1969年 我教书教了五年之后 那么那个时候呢 暑假回来 就到京 那个叫京和会 那么我就是以这个外籍 顾问的身份了 回来帮忙两个多月 那么在两个多月里面 当然我对台湾 比较的了解 也有机会见到他的面 那么也有机会 在其他地方的演讲 也就在那个时候 开始认识了台湾的 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 刚刚也是很了不起 就跟人家 王祖荣 人家的王永青先生 这些就在那个时候 多年了 因为两个多月时间 在台湾 他也请去演讲 OK 好了 然后呢 这个第二年 第三年 他每一次 希望我暑假都能够回来 那么他也知道 你们这些外面的人 要继续在国外有这个 所以你暑假也空过来帮忙 他也很高兴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跟KT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当我离开台湾的时候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 他常常常常自己会写 那个时候用航空邮件 航空邮件 你晓得这个 就是可以折起来的 比较便宜的 我们留学生都这样子 不要寄用 寄要贴邮票 邮票就贵 邮票一封信五块钱 航空邮件 大概只要一块钱 每一次你不能想象 我保留的若干 KT 就是 她已经是这么高的地位 她的中英文都写得漂亮 她可以从第一页 再翻过来 写到最后一个字 封起来 寄给我 就不简直不可思议 要花多少时间了 她这么忙的一个人 而且很多的交代 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问我 所以里面有太多的故事 就是KT对购 不是对我一个人 我相信她也有机会 接受到很多 如果是科技 那更少就专长了 我是想经济而已 对不对 如果你讲台湾 这科技要发展什么 那一定她有更多的意见 广泛地讲 在台湾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人 一个首长 部长的身份 影响到了这么多层面 而且是远远超过 侠义的经济而已 比如说没有她 就没有我们 必须干颜的问题 处理好 没有她 资讯也就不能开始 资讯也 因付没信 她花了很多时间 跟她不直接相关吗 可是跟我们经济法量相关 加工出口区 所有科学园区 几乎每一个观点 她都参与 而且她都提倡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今天讲台湾 有五个人山 这个台积电的时候 张忠谋 张忠谋是一个非常 讲话谨慎的人 他好多次公开讲 他说没有李国鼎 就没有台积电 所以因为李国鼎 也有很多人帮她忙 可是最关键是李国鼎 一直帮她忙 一直让她成立起来 所以没有李国鼎 就没有这个张忠谋 那么当然我们都也了解 这个台积电 对台湾的重要 以及张忠谋 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比想象中扮演得更好 所以我也写过文章 也没有是过分承认的 没有张忠谋 就没有今天的台积电 李国鼎是帮她 成立了这个单位 对不对 等于成立了一个大学 可是你校长 一直做得很好 培养了多少人才 所以前一段 是没有李国鼎 没有台积电 然后没有张忠谋 就没有经历了护国神载 因为她把这个台积电 经历得这么好 然后我再补充一句话 我们的天下文化 除了远较杂志之外 是何其幸运 凡是李国鼎 经历先生的重要著作 那么张忠谋先生 两个传记都在我们这 因为下期要很快出版来 上期早就出版了 好 我帮高速补充一下 张忠谋先生在1999年 出了他的传记上册 张忠谋先生很了不起 他都自己写 张忠谋董事长都自己写 那他的下册 从他退休写到现在 还在写 所以已经快四年还是五年了 我们希望 我跟各位听众预告 我们希望今年 年底以前 张忠谋先生可以完成他的写作 然后我们可以在今年 可以跟各位听众 跟广大读者来分享 我在有关于 我想现在 跟就是KT 就是李国鼎先生 有这么亲切互动的人 可能真的已经很少了 还这么活跃的 那高速可不可以说 这个李国鼎 所以对你终身的影响 是什么 你跟他交往三十几年 当然我写过有好些文章 如果我拿几句 是画了这个 这个Outline他的一生的话呢 他有科技脑 科技脑 他有人文心 他有中华情 他有世界观 你把这十二个事 combine的话 说我曾经在台湾 台大毕业典礼 那是2014吧 毕业典礼勉励过台大人 我说KT没有在台大毕业 他在中国大陆 南京大学 中央大学毕业 后来到英国去年时候 那么如果今天的台大人 或者你跟我 能够往这个方向努力 你看我们都有科技脑 科技脑不是连物理就有科技脑 或者 VC 公开的有科技脑 科技脑说强调这个科学的方法 做事 做人的态度 有刺激 有效率 有方法 这叫科技脑 成本收益 什么都有 人文性 就是你爱护人家 奉献社会 然后不爱的精神 当然不可能歧视 这是人文性 然后你当然要中华情 After我们中华民族 是因为那分子 千万不要再分 分离之后 形成两边的地方 打仗等等 最后一个 就是刚才我讲 第四个就是世界观 当然你一定要知道这个 global views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远见杂志 当年 对不对 你翻英文的方 远见的话 您是外文系别的 远见当时 vision vision foresight 人家一讲 一定是 你们咋是英文 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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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global views 我们就知道 要知道世界观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 包括两大报 很少有国际新闻 很少很少 所以不太知道外面的世界 所以远见 就是global views 那高手 所以这个 各位听众要把这四句话 连在科技脑 人文新中华 请世界观 我想高手也从 KT身上学到 高手也自己在实践 那也分享给各位听众 高手那你跟王永庆 要不要跟我们说 跟王永庆 你也很近身 以前我们最早 我们的办公室 还在台塑大楼 对 黄永庆的书 有两本也是我们出的 王永庆先生 也是个奇迹 他刚刚的opposite 这个 李贵定先生 受了很好的教育 这个到英国留学 等等等等 王永庆先生 小学都没有毕业 大家都知道 他找你来 贩卖这个米 后来做到这么这个成功 事实上 他特别 请我回到台湾来 我有一年的时间 1980年 那一年 参加了他那个叫 明德基金会 也请我当董事 里头呢 就是来推动 实力一个叫 生活素质研究中心 这个idea 也是我跟他讲的 英文叫 Center for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这里中间 对不起 我差一句话 就是我尽管是 美国有研究上课等等 但是我在1975年 跟1977年 两年的时候 第二个学期 我在美国请了假 到台湾大学的商学研究所 所谓担任科卓教授 所以我在那两次 担任科卓教授 教授就有将近 四个月的时间 加上暑假 所以那两年 我有半年时间在台湾 因为我上课 也接受演讲 刚才你讲了 我要帮忙自己的这个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 他们这些人 你听我说 都很 也很客气 就主动的跟我联系 我第一次认识 王永庆先生 就是他 请了他30个高层主管 叫我去演讲 但是你也很难相信 若干年之后 到了1986年代 我第一次认识张忠谋 张忠谋 当那个时候 当这个 工 那个什么 工业院 工业院董事长 院长 他那个时候 礼拜六还上班 礼拜六下午 在工业院台湾办公室 他请了有十几个主管 叫我来跟他演讲 所以我第一次认识 这些人 都是他们听过去演讲 才认识的 好 认识之后 这个 就变得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他成立 Center for 这个 这个不重要 重要就是 王永庆先生 他真的是 非常爱我们的国家 跟这个社会 到此刻 此刻 很多人知道 他做了很多很多事 有一件事 大家不一定 他办工厂 不要讲台数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办这个医院 大家也知道 等等 他有另外一块 我的两个妹妹 变成那个直接的受益者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叫长根养生春 在林口 我们大家尊敬的 比如说 齐邦渊老师 也住在那里 我的两个妹妹 后来都到美国去了 就是在最近一年以来 这两位妹妹 都从美国 两个都住在西谷 可是现在年纪 大了一个70多岁 两位都搬到了 杨顺村 住在那 所以我常常有机会 到那边去 当年也看过 齐老师 现在跟他 看他们非常好的地方 那个环境 那就是 王永庆先生 想到了怎么样照顾老人家 而不是专门想到 从盈利出发 对不对 那么他的任何一个事业 因为他很在乎 点点滴滴的管理 他很在乎这个 所以呢 每一个地方 出来的效率都很高 盈利也很好 那么 一个人 你能够一辈怎么样 他就把这些东西 做了很多 我们讲医疗的 教育的 很多需要 以及杨顺村 所以王永庆先生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如果他有什么遗憾的话 我一定要说 他就没有看到 两岸之间的 更多的交流 他好希望 能够把长龙的 这个医疗的这个东西 能够在大陆设立 医疗的医院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对面的问题 对面有鱿鱼 没让我成立 所以他很有意思 是两边的 能够双方有更多的交流 李贵迪先生 当然也是如此 是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帮高 说特别开一个节目 叫高教授的 一千零一夜 刚刚说好多 好多故事 跟很多 尤其是对台湾 影响很重大的 历史人物 比如刚刚 特别帮听众补充 刚刚提到 齐邦元老师 就是在我们中华民国 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 巨流河 在我们集团出版 这本书也非常有影响力 齐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快要九十岁了 所以这本书 也很多读者爱看 那我接下来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说 高教授 为什么最近想要把 believe in reading 改成believe in learning 从相信阅读 变成相信学习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reading 其实在我想象里的时候 叫阅读 已经是很广的意义了 因为谁能够想到 几年以前 说这个是电子书 或者网上看阅读 可以替代几乎大部分的 这种资本的 都不可能想象的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发生了 你带了一个手机 好像就不需要 去买任何的书了 因为它很方便了 等等等等 那么所以 如果我只是讲reading的话呢 好像大家以为 这是看书嘛 书就有书本了 这叫看书 这个learning的话呢 当然是有很多的方式 看书是方法之一哦 你要有很多别的方法 你听演讲啦 你跟人家请教啦 你上课啦 你听书啦 这个都是learning 可是不一定是reading reading不能包括这个 可是learning一定包括reading 我讲一两句英语听听 我非常欣赏 我在书里介绍过 你听我讲英文 A great leader 一个伟大的领袖 must be a great reader 压力很好听 A great leader must be a great leader 你很棒的读者 对不对 阅读者 对啊 那么我只可以再引申了 引申了 A great leader must be a great door 第一波一二 实践 对对 我已经在家了 我已经在家了 A great leader must be a great learner 都对啊 这样都对吧 reader reader 对不对 这也就是我一生啊 说哎 一点点个人的经验 向我认识的一些读者朋友示范 就是你一生 就是要不断的念书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 如果是当你有机会啊 我们当然都有这个机会 到国外去看看啦 你看完之后就是一定是有更多的这个启发 这就是当年对比较 KT的伟大 他当年提倡这个information industry 所谓银行要自动化 那个时候所谓 但是三十年前 自动化就用一点 他就下命令 他台政部长 下命令 所有台湾的这些 都是政府机构嘛 他做军库啦 台湾银行 派你们的主管 先到日本 然后再到美国 看人家怎么样 在他的银行作业下 已经有点电动化了 你不去看是不知道的 看着就有效果 Seeing is believing Seeing is believing 对不对 就是您好 以前当远见总编辑的时候 有好多机会 创造了很多的 Curve story 大家一看 哦原来就是这样 等等等等 你自己也因此 而见识很广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 讲世界观嘛 否则你观众们不知道 人家做了好多事情 然后一看自己 和其小也 对不对 就上个礼拜 比如说 就交通大学 我讲远一点 交通大学 上海的交通大学 不是这边的 居然花了 25亿的人民币 就超过100亿 带了一个李正道 杨正宁李正道 李正道的研究员 李正道31岁 拿到诺贝尔奖 不仅是华人历史上 第一个这么年轻 也是他的历史上 诺贝尔奖 没有这么年轻轻的 他跟杨正宁 杨正宁34岁 OK 好 杨正宁 现在此刻两个都要活到 一个是100岁多一点点 一个是98岁左右 两个都要活到 但是交通大学 给他那个研究员 这个研究员漂亮 我们没有机会 居然上个礼拜 就去看了 他居然把四楼 一些空间 有人站住 说这个空间 变成一个阅览室 而捐款的人 刚好也是我们 很熟悉的好朋友 所以叫高西军 阅读空间 在那个四楼 这个寂寞 所以我们有七八个同事 一起去见证了 那个场合 所以我也很高兴 就说你看 在这么不容易的 一个世界的 顶尖大学 叫交大 里边有个学院 叫李正道研究院 在他非常好的space 非常现代化的建筑 大理院 第四层楼 有一个高续均的 这个阅读空间 高续均不重要 阅读空间重要 其实应当叫learning空间 是更恰当 是 我在这里做两个补充 因为事实上高尔硕 在我们台湾开放 可以到大陆探亲之后 这过去将近40年 其实高尔硕 不只在台湾社会 有很大影响力 也对大陆很多年轻人 在当年 三四十年前 高尔硕就 也常常应邀请 去大陆分享 演讲 走遍大江南北 所以高尔硕 在大陆 也有很多追随者 崇拜高尔硕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 很有成就 现在在大陆 很有成就的人 捐款给上海交大 然后陈列这个空间 特别用高尔硕冠名 或者高尔硕 影响力是全华人的 不是是台湾 这是第一个补充 第二个补充是说 高尔硕现在把 这个Believe in Reading 现在改成Believe in Learning 我觉得也非常符合 现在的时事与时俱进 因为的确我们集团 已经数位转型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以前 当然最早期 在十年以前 我们都是出版 就是出书跟杂志 可是现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社群 还有包括像我们Podcast 是Listening 用听的 听经济 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在过去 接下来就是 我要导到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三年来 其实我们集团 包括元件 哈佛等等 我们也陆陆续续 把我们的知识 其实因为我们有知识浓度 底蕴是很高 我们出版了这么多书 几千本书 我们发行 元件杂志37年了 我们哈佛商业评论 17 8年了 所以我们有很浓厚的 人脉网络也好 知识底蕴也好 出版的内容也好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影音 Podcast 我们也变成课程 所以这几年 我们也在发展课程 所以我再来把它导到说 其实高尔说最近呢 我们才成立一个领导影响力学约 所以请高尔说来说明一下 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个 以及他的模式会怎么弱 太精彩了 我一定要讲一句话 这个从将近40年的时间了 就是我跟王力行啊 张筑锦 我们三位啊 这个都是所谓文化人广益的 那么开始啊 我这就40年的时间 何其幸运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有好些特别优秀的 自取相同的 或者是报复相近的人来参加 马力 杨玛力啊 这是很关键的一位啊 因为他做14年的领导杂志总编辑 做得非常优秀 那么现在HBR啊 他也负责制造一个四年的时间吧 当然还是帮忙领导杂志 那么我们另外的 就是出书叫天下文化 领天来再负责 我们一个小天下 就是给年纪轻的啊 叫我们范城叫什么 未来亲子 里面有未来少年跟未来儿童 所以我们这个协团 大概有300人多一点点 有五本杂志 刚才讲了 然后呢 办很多活动 然后呢 有很多的出版 所以我们自己本的叫MBA啊 如果听到M是Magazines 我们出了五本杂志 我们这里呢 MBA 这个B呢 就是我们有publishing 我们出了四千多种书 过了四十年 A那是Activities 我们请了很多很多很多 过几间 著名的这些学者啦 企业家啦 等等等等 这里面原刑查识 扮演很重的角色 如果诸位有机会 到我们小家的事业群 到我们一个小小的Document 看的话 几乎台湾很关键的 那些人都大方都是我们邀请的 一点都不夸口 而且这些人呢 一定很乐意 也有机会见到我们的总统 而我们的总统 他们主动请人家 不一定 因为很敏感 可是我们请人家也来了 所以非常多MBA 这还不够 都叫E-MBA 这一就是Excellent 我们自己本身是有Excellent MBA 那么你们到台大 或者政大居民E-MBA 那是Executive right MBA but anyway 殊途同归 大夫刚才 这个玛丽讲的 这样的句话 就是说 当我们是一个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配合时间空间 环境的变化 能不能够还做一些些 能够找到一个小小的Niche 有一个小小的Area 大家都在做了 好像这个Area 人家还没有注意到 然后呢 我们可以见点心理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想到了 办这个说 叫领导影响力 这个学院 领导 当然就是讲Leadership 影响力呢 叫Impact Leadership Impact 然后呢 是个Institute 不是正式上课的 有学校了 有注册组了 有报名了 不是啊 有很多课程 不是那种 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 一个等于是一个 很选择性的 很重点式的 随着情况的变化 可以不断地推出 邀请到这些很关键的人 如果突然之间 有个新的题目冒出来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实际上的 马上来 大家来介绍 那么我们特别强调的 是个典范的两个字 刚才讲了 什么叫典范呢 就我们第一期 As a matter of fact 一共有四 我们这个第一期 是这个六 就是七月号 六月三十 六月三十 第一天上课 第一天上课 那么又找了四位 这个我们觉得 是非常非常典范的 这个企业家 那比如说 这名字你们都很熟悉 郑春华先生 吴敏秋先生 薛明志先生 一个在国外 很多年很多 叫邱强先生 这个四位 我们请他的时候 一个 他们本身四位 是那么的优秀 而且每一个人 都一定有书 在我们这里出版 所以你看这个人 看这个书 那么来的时候呢 经过我们的设计 安排了 每个人大概有八个小时 每一位 有八 两天的时间 大家呢 有机会 很轻轻地跟他讲话 那么旁边呢 也有其他的老师 我们叫Facility 叫另外的这个 这个老师的帮忙 来参与讨论 所以如果说 我想知道 郑春华先生 当然你看见过他 你可能也听见过他 可是没有那么样的 有近距离 能够让他来讲 旁边也还有 其他的老师 来补充说明 然后现场 当然也可以接受问 所以我们希望 一个人呢 尝尝我个人的经验 一句话改变你的一生 你看一本书 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你看到一个教训 可以改变你的 我每一个 我都可以自问 自答很多了 没有这么多时间了 我们只希望 你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 比如说有机会 看到了这四位 演讲之后 我想一定 你不要说一位好了 一位里面 一个小时好了 一个小时里面 一句话也好 一定可以感动你 而且可以 一定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有太多的地方 可以改变了吗 只是忙 今天我突然之间 有个机会 不要讲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有机会 参加外面 一个机会 听他讲两个小时 这个是社会上 非常非常难得 请到的 你去听他 一定里面有一句话 里面一个故事 可以感动你的 我们请的 这些英雄似的 这些超级顶尖的人 大家都听到他的名词 但是不一定有句 能够见到他 那么他们也非常非常 难得把时间抽空出来 说见到我们今天台湾 大家认为 40位 我们只限定40位 在现场 这些本身 真的都是 也是 参加听的40位 各个都有资格 站在上面 另外的39位 分享你们的经验 里面很多就有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您得了奖 我也得了奖 一起听 OK的 大家都是 诺贝尔奖 怎么样 大家一起听 没有关系 是 这个高尚也是 想到他年轻时候 也得到 像李国定 刚刚有提到 王永庆 这些台湾的前辈们 财经界 或不同领域 政策界的官员们 对高尚一生 也是影响很深 所以现在高尚 也是希望说 把我们集团 曾经出版过的 曾经报导过 这些非常棒的领导人 邀请他们 来帮我们读者授课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HPR 前几天我分享一篇文章 就是最佳领导人 就是最佳老师 所以大家如果抱着心情 来跟这四位 我们第一期的 这四位老师 事实上我 高尚我花一点时间 跟听众分享一下 我们每一个老师呢 这是我们第一期 原期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 有机会来参加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期 历史性的一期 那这四位老师 包括刚刚刚说 我讲的这个 台达电创办人 郑重华也好 吴明秋 宣明志 还有邱强 他们每一个人 是给我们两天的时间 对 跟一般演讲 有很大不同 一般演讲 大概就是两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 他们给我们两全天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课程 工作小组 也花很多时间 来打磨 这两全天 要怎么来分配 然后把它一生的精华 因为他们都有在 我们天然文化出版书了 原件报道 根本不用说了 有好多好多内容 要怎么样一生的精华 在两天的时间内 传授给我们的学员 那当然学员 又有机会晋升 如果我们有实体的课程 当然我们也有开放线上 可以报名 因为有一些在中南部 或是在海外的 他们也可以上线上课程 但是我们如果 有机会来上实体课程 就跟他们晋升接触 因为身教 刚刚讲最佳领导人 最佳老师 他可以学到专业技能 学到知识 最重要是学到 人与人之间身教 人生的体悟 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刚刚说我们这个 还有隐藏版的前大群 IBM 前大中华区的总裁 前大群来做我们的总导师 在业界经验很多 另外我们也特别 邀请脑神经专家 红兰老师 他特别来跟我们的学员分享 大脑跟决策的关系 我们大脑很重要 我们一般人不太理解 大脑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 那以上告诉我们 还没有补充的 我想再补充之后 我是觉得 这个我们念经济学 不是常常讲机会成本吗 我一个两个小时 我这两个小时 看个电影 我打个麻将 我聊聊天 我去听个演讲 那每一件事 每一分钟 你都在做那些决定 那么很多的人 Easy way out 哎呀 我已经很累了嘛 两个小时 看个电影吧 两个小时 听听唱片吧 两个小时 打打麻将 我们有意见 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生活方式 可是像我们 在这个 中日抗战长大的 贫穷里面长大的 情感里面长大的 就是怎么样 把每一分钟 要能够充分的 发挥它的生产力 发挥它的有效性 那么说 如果我再忙 听某一个演讲 两个小时 或者看一本书 两个晚上 我一定会得到很多 那我当然就做 这件事 而不是去打麻将 看看电影而已 其实年纪大了 还是可以不断的学习 是 这当然我们高大叔 非常用心 为了开我们 这第一期的班 高大叔常常都说 Excellent 刚刚讲一眼别 Excellent 所以呢 我们花了很多的 时间跟经费 重新remodel 重新装潢 我们的上课的教室 要大家都是总统坐一号 要来迎接我们的学员 所以高大叔都是说 先把品质做好 先把内容做好 他最对我们的要求 都是这样 而且高大叔最恨 我们都不上 就恨铁不成钢 就是我们也成立 刚刚刚说 在访谈中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阅览室 其实有我们的历史的archive 也是我们集团 最重要关键的著作 出版都在这个空间 他一直说 新人报到 第一个月都泡在这里 也可以都不要做事 所以高大叔真的是 这个终身学习的 这个倡议者 那我们今天呢 真的很高兴 邀请到高大叔 来到我们的哈佛人物 面对面 很多故事呢 其实我也都是第一次听的 好 那我最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 要来请教教授 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环境很动荡 所以你会觉得 现在台湾的社会 不管是企业 或整个国家社会 他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或典范呢 可以给今天的访谈 做一个结议 我不要很高调的 讲很多条件 我觉得最 after all these years 然后我 如果我真的要讲 我佩服的几个人里面 有一位是幸运大师 我忘记这样 刚才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他是个牧师 他是pastor高 他也是doctor高 他有所谓 他念的科学 他是念科学的 他念生物什么 念的很好 immunology都对 但是他最后呢 他变成牧师也很好 他是pastor高 他也叫doctor高 好了 好了 我现在要讲的是 doctor高也好 pastor高也好 什么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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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final analysis 最最关键的是 不管你的背景 不管你的学问 不管是哪个学校毕业 不管你的家事 最最重要的 就是把人做好 把人做对 这个是关键里面的关键 把人做对 把人做好 你告诉我 你把人做对 你把人做好 怎么会做那些 我们大家认为 不恰当的事情 好 我们谢谢高颂 最后呢 给我们听众的建议 人做对 事情就做对了 实际上高颂 是我们集团的宝 我觉得也是 华人社会的宝 不只是台湾社会的宝 所以刚刚说 一直到现在 都有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创建 新的著作 也是写专栏 都没有停的 每个月写好几篇专栏 所以也都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今天 非常高兴 邀请到 在我们这第五百集 这是我们非常 好不容易 我们走到五百集 我就说 我们元件杂志 一年才只有十二集 要五百集 要四十年 将近四十年 所以呢 我们Podcast 做到现在不到两年 就已经五百集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的听众人数 跟下载收听的次数 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 每一个月 大概可以增加 九十万个人次 听 所以我们的节目 也很难得 因为我们的节目 都是谈管理的 谈比较知识的 不是谈这个风花雪月 或投资理财 所以有这么多听众 爱听我们节目 也代表台湾 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有希望 凉币去除劣币 不是倒过来 是 所以呢 也再次的 邀请各位听众 如果对我们这个 高兽新成立的 领导影响力学院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说明栏 点击我们课程连结 那也必须跟各位听众 分享我们的实体课程 已经额满 线上课程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一起来成就 高兽想要完成的事 高兽想要完成的事 其实也是对台湾社会 非常有贡献 那我们的领导影响力学院的 高兽应该是 我们四个老师 在加一 因为高兽也都会全成在 几乎高兽也是学习 所以已经报名 我们实体课程的学院 真的有福 因为不是只有 跟这四个典范学习 还加一跟高兽 也是送一 所以呢 今天呢 是也跟各位听众做分享 我们集团最新的一些发展 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一定要做一个终身学习者 一定要从你的身边 找到你值得学习的典范 对你的观念 对你的启发 深教研教都很重要 再一次感谢高兽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高兽最后 没有什么要补充 最后 没有没有 谢谢你的邀请 非常高兴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相会 谢谢大家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